L.O.魁伟九年重返台剧 披白袍搭档二男神救病人 必争场面曝光了 医疗生活剧生命不守 找来魁伟九年重返台剧的陈佳化L.O.和男神王世贤与柯淑原主演 三人将披上医师袍 竭尽全力拯救病患性命 预告中 王世贤与陈佳化的初见面 竟是在惊悚的公车翻覆事故现场 甚至的紧急为伤患乘客就地开刀 逼真的情境让人紧张万分 两人在剧中也不乏许多手术治疗的镜头 L.O.表示 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外 我们还有学逢猪脚 葡萄皮等等 我觉得身为医疗人员 真的非常辛苦又不容易 他们让冷静沈着地面对非常紧急的状况 也很感谢拍摄现场有很多专业医师协助我们 王世贤则说 开始拍摄每一场戏后 也会跟着注意许多小细节 有时候也会像小学生一样 向现场专业医师发问 希望能连剧本没有写到的部分都能做到完美 最真实地呈现医护人员的辛苦 六三引号 生命捕首剧情讲述一群 不管是在体制内或体制外都奋不顾身 拯救病人的家喻地方医生 紧张热血的医疗救护背后 充满着人情与信念 安拉权势有钢铁般抑制的人 太医院肝胆肠胃外科医师徐敏安 个性积极直爽 即便自己受伤 仍先想着帮病患动手术 被其他医生历称为钢铁安 王世贤饰演医术超群的地方 侠医杜乐生 即天赋予实力于一生 在二十年前一场巨大灾难中 亲身经历了生命的无常与体制的无情 离开体制后 保持着没有人不值得被救的信念 在地方上经营一间乐乐诊所 王世贤自报非常着迷医疗局 很崇拜医护人员 当时觉得自己一定OK 做一些手术 治疗动作应该也会蛮帅的 结果实际操作后发现真的很难 光是练习来回缝合的动作 手都快冲筋了 又单引号 柯淑源剧中单纲人太医院院长李志豪一角 出身医师世家 严肃专制的外表下 其实藏有风趣的性格 不管在医术及医院管理上都相当有成就的他 一调到分院随即下马威改革 柯淑源很开心能借由角色 体验到义无反顾的性格 李志豪本身很吸引我 为了改变他能够非常有魄力 不像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害怕冲动得罪人 只要他知道怎么做对医院 对病人最好 就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我很喜欢他这样的特质 欲经疫情期间的艰辛拍摄 女后制生命不守 将在11月26日播出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